你好啊朋友们 准备好抛弃KONFI UI和PS吧 原来啊 你想让两张图片上的分别两个人 在一个画面里干你指定的事 又要用KONFI是不是得深涂 画遮罩 换脸 再合成 看好了 两个男人在吃烛光晚餐 一个是图一戴墨镜的男人 一个是图二穿黑衣服的男人 如果你想再让烛光晚餐变成大西瓜 是不是得涂抹什么区域啊 在局部重绘 而现在 把它们都变成大西瓜 棒 再说过去你想控制人物的姿势 那Ctrl Net Open Pose 得接一串工作流吧 生成一张小男孩 按照图一男人的姿势 哇 然后我还可以一句话换他的衣服 Nice 这就是最近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 开源的一个大一桶图像生成模型 OBRIGEN 直接可以用人类语言控制 就取代了SD里面各种的控制器啊 复杂工作流叠加在一起 才能实现的那些生成和编辑功能 堪称自动驾驶级别的PS加SD 那免费的一件本地包也在老地方安排了 我们一起看看吧 那大家下载完本地包之后呢 文件比较大 最好用一个专业的解压工具解压 比较不容易出错 打开之后双击这个一键启动 再浏览器去输入这行地址 就来到操作界面了 那操作方式不要太简单 就是你想要什么 直接说人话就行了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这里 上传的这个参考图片啊 它跟原来的那种图身图啊 那种电图不太一样 这个模型呢 它是真的能看懂你说的参考图 哪里是哪里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啊 例如说这个花朵被放在桌子上的瓶子里面 然后按照它说的这个格式来引用图片 把这个放到我们提到图片的位置的前后 告诉它 我说的是哪张图的什么东西就行了 然后呢 我再把图片尺寸调的小一点 因为是一个刚问式的模型 它还没有量化版 所以稍微有点慢 Bingo 而且呢 除了我前面展示的这些案例 它也可以做各种图片编辑的机操 比如去掉屏幕的雨点啦 修复模糊的图片啊 深层图片的深度图啊 姿势图 甚至能推理并且高亮出 这张图片能洗手的地方在哪里 这回看见COMFY就头疼了朋友们 是不是如获至宝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 下次见啦